针、酒、药、石、按销、导引 我们现在注意可以大概分为这几个方面 一个一个来 以前呢 叫鞭针、酒、石 有一种说法 这个鞭 它其实是石头做的针 也可以解数为针 释传了 太多的好东西都释传了 所以我们现在鼓励匠人精神 鼓励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果你在某个角落发现吧 一定要告诉大家 恭喜你 我们一起去弘扬 针、酒 我们说针跟酒是两个东西 酒是爱酒 葫芦酒 反正各种酒 我们先说针 西方也有针 它打的是什么 打的是你这个肉体 很多人都运针 怕针 那种人体的自我反抗 它是对你这个东西本来是排斥 不能完全怪它 有的运针 有的运针 那些可笑的视频 我们去看 真的能怪它们吗 你要不要反思一下 这个东西对人体真的好 哎 有些东西啊 没法太多讲 我们中国的针 扎的是什么 你的经络 扎的经络是什么 空隙 缝隙 扎那个缝隙你是不疼的 有很长的针 有这么长的 那看上去也很害怕 但是你扎上去 只疼一下 是吧 只是外表的这个疼一下 它里面 刺激这个经络之后 因为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疏纽 我们指的经络 穴位 刺的是穴位 经络中的穴位 它是一个疏纽 起到一个疏通的作用 一定要通 都是讲个通 我们学艺 艺学艺间 就是要通 然后相互顺序 然后轻重程度 就这些而已 则尽道理 它刺激你这些之后 你这个人体本能的一些东西 就会掉下来 你会警惕 就会运动下来 有些东西 你在沉睡 在封印着 它给你刺醒 让你活动醒 很多能量没有用的 它就开始掉 掉用 要不然你就废了 一个车 你一直不开它 它慢慢就生锈了 那话说过来 你一直开它 也是 要磨损 所以说针灸 好不好 好 但是 也不能经常 它自我运行 人体自我 这是第一 其次才是外界的 医 腰 医生 什么 这种针呢 什么各种东西 器械 技术 全都是辅助 你病人本身是肚子 你病人本身是肚子 你不要 所以说你不要再 听医生认为 你自己身体感觉 那是第一 一定要把这个感觉 灵性培养出来 不要人家干什么 你就当小麦树 人体十二经络 主要的 还有很多小的经络 七经八卖 这些不是小说 都是有的 当你都通畅 都运动起来 那就了不起 就够了